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份的蟹苗是蝦凝钩 蝦凝钩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我们现在再找见一下 开始从头上开始画去 蟹蛙眼睛 这个头部呢 比较小 所以你画的时候呢 要注意这个线条 不能太粗 特别是眼睛 鼻子 还有眉毛 要见鼻 也要用鼻式 这下去画胡子 胡子画好 马上画嘴巴 这个嘴巴 那么脸部 这样它的脸部的方法呢 也是 有像那个蝦凝钩的一种风格出现 也比较沉 线条比较沉 不是飘的 所以呢 人半律的线条呢 比较飘逸 人半律的线条呢 人半律的线条呢 它比较沉坐 来得浑厚 他们两种呢 都有预定的特色 那么我们呢 要在他们两个人之间 得到一些精华 来点停我们的基础 这是非常 一个好的两个范本 所以我们要 写着他们两个人的范本呢 是有道理的 你看 它很稳健 不重要飘 线条呢 很沉坐 摟一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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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所以她这个叫替换运克啊 有道理你看 随力 先画出手 画的时候呢 手指 要有这样 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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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血跳像钢筋一样的 很用尽的 所以用尽到这个地步呢 也是要励头指辈 所以它这个转折的时候呢 也是比较灵活的 这里面一顿好像是顶对 但是呢 很真 不知道飘 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呢 有它的味道 看起来呢 它这个线调很有君事味 所以你写过经文的人了 描写了 这就方便得多 这个线调了 证书里面有一种线调叫 T线秒 T线秒了 它呢 跟这个线调就是很通的 所以书画了 跟画 有时相当通 这种线调 如果你画的锁链以后 你去 习那个T线秒的战术了 一方面的度了 要沉出气 六组 一栋 两栋都是栋的 再一栋起 六组 下面是孔子 它这个线调呢 比较古破 不这么楼产 但是很古破 社会里呢 画这种人物 这种日 像这种逮的线调 我们现代人的衣服呢 也用得到 其实都通了 古代的衣制 跟现代的衣制 都通了 结构上稍微有点变化 那么这个人物好了以后呢 后面还有布景 布的倒极一些呢 我们也要把它画出来 但当然你的线调的隐私 像那个银沟气化一样的 也要沉入气 这样风格的比较统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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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这个风格跟衣服的风格呢 是统一的 也是两个动 动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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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个大的齿漆 有扇片 你看 兵纹的扇粒 兵纹扇粒 当然你中间呢 撤写一些枯 枯的壁锁 就是枯壁 因为这里是细的 塞纹 你看 可以撤写一枝枯壁 跟这个瓶的 瓷瓶的质量 也是这样的 你看 因为它是蒜里的 所以要撤写的枯 的壁锁 也是很有味道的 这里还有点衣服 挂下来的殷勤 补上 我们一个塌 树根 用树根 做起来 一个 助塌 这种心要 勾起来了 也是很有劲的 沉住 这样 一顿一顿 凝构铁画 想出来是很有道理的 这里还有一笔 这里还有一笔 这里还有 我们在一起 我们的一起